第302集 孙淼的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包裴敏看了一眼方振业冷声道 第一 上次那一战是那位守护者违背规则在先 证据确凿 该杀 第二 原必然之死存在诸多疑点 这个时间点离开江道山 可能只有方振业心里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野晨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 在给野晨几年的成长时间 他完全有资格坐上我们现在的位置 我话说完了 包裴敏直接坐了下来 他看到几个同伴已经在点头了 呼出了一口气 只要有九人赞同 方振业就没有任何机会 方振业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嘴上勾勒了一抹自信的笑容 我没什么话要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光那野晨要死 他身边的人也不能留 包括他的父母 朋友和他的势力 这些人如果不斩杀 说不定要不了多久 又会有第二个野晨 斩草要除根 方振业的嘴角出现了残忍至极的笑容 孙淼见两人说完开口道 大家投票吧 老规矩 支持斩杀野晨的按下红色按钮 反对者按下面前的绿色按钮 同一时间 十六道红灯闪烁 除了孙淼和包培民没有按下按钮 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斩杀野晨 包培民懵了 他发现这几天 答应和他一起支持野晨的人 全都变脸了 那些人变脸 他或许还能理解 但是身旁的万老竟然也是支持斩杀野晨 万老可是他包培民的挚友啊 万老自然注意到包培民的目光 开口道 对不住 这一次我站在方振业一方 这野晨身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纵然此子今后可能成就非凡 但是成就和危害相比 差距太大了 如果不斩杀野晨 守护者都不能安宁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包培民气得不行 他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人背叛他 他本想帮助野晨挽救一切 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 哪怕他和孙淼都投了反对票 又有什么用 方振夜笑了 他脸上挂着一副胜券在握的笑容 包培民 圆桌会议已经结束 你无法阻止 既然如此 我们分头行动 我带人去斩杀叶晨 其余几人抹去这叶晨身边的人 据我所知 想将有一个女子叫魏颖 和此子关系密切 还有几个女人 包括其母江佩蓉 全部诛杀 一个不留 必须速战速决 绝对不能脱 冰冷的话语响彻 此刻的方振夜 好像执掌一切 孙淼皱了皱眉头 他感觉方振夜的处理方式 有些过了 但是有些事情已成定局 他想阻止也不可能了 不懂得收敛自己锋芒的天才 就算今日不死 以后也会死 方振夜只不过把夜晨的死亡 提前了而已 他也不需要任何怜悯 就在所有守护者站起来 准备离开之时 一个浑身是血的青年冲了上来 不好了 有人有人杀上来了 方振夜眸子骤然一缩 五指凝聚力量 直接将那个青年抓在了手心 更是质问道 你说什么 谁杀上来了 夜 那个青年话语还没有说完 一柄冰冷的寒剑 直接划破天际 带着强大的气浪 撞击在他的身上 直接洞穿 方振夜脸色大变 这个青年是他的手下 谁能想到 竟然有人赶在江道山 更是蹬着他的面 杀他的人 不光方振夜变脸 所有人表情都不对了 就在这时 一道道脚步声 从远处慢慢传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 渐渐的一道冷傲的身影 出现在所有守护者的面前 青年手握沾满鲜血的长剑 周身血沙涌动 眼眸冰冷至极 正是夜沉 他根本想不到 夜沉真的会杀上门了 这不是送死吗 孙苗眼眸微逆 嘴角挂着一抹诧异 他能感觉到夜沉身上的煞意 此子到底杀了多少人 才有这种煞气 莫非此人走的杀戮之道 如果真是如此 杀了也不冤枉 有些极端者更是成为了魔 夜沉脚步终于停下 冷冷地看着远处的方振夜 开口道 这本是你我之间的恩怨 为什么连无辜的人也不放过 他刚才在不远处 自然听到了方振夜的话语 也知道了这所谓圆桌会议的结局 一群高高在上的存在 随随便便一个会议 就能主宰他人的生命 这群人真是守护者 全都在守护自己的利益 夜沉真的怒了 他知道这一次凶多吉少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一战都无法避免 他的状态依然调整到巅峰状态 体内的血龙仿佛马上要冲出体内 不光如此 破天剑翼第三剑 他昨晚在轮回墓地试验了几分 在本命灵符和血龙同时开启之时 吞服下大量的丹药 第三剑他足以承受 这不是他最大的底牌 他最大的底牌 是发现轮回墓地在不断的震动 他能感觉到万道剑尊陈天梨和他越来越近 他背后没有大能 万道剑尊足以碾压一切 方振夜看着夜尘心中一袭 踏破铁蝎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小子 我倒是没想到你真的会踏上江道山 好 非常好 这样也省得我亲自去找你了 今日之后 此地便是你的掌身之处 夜尘眸子泛冷 斩龙剑还滴着血水 他周身煞气越来越盛 更是开口道 林爵龙他们在哪 还有 我的父亲在哪 方振夜余光看了一眼身后的其他几位守护者 自然不会承认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夜尘知道会是这个回答 不管如何 有些答案只有硬生生的用拳头砸出来了 他不想再多废话 直接向着方振夜冲了出去 周身狂风席卷杀意滔天 眼看就要触碰到方振夜 一道身影已经挡在了夜尘面前 正是包培民 夜尘自然认得包培民 冷声道 难道连你也要阻止我 包培民摇摇头 反而对夜尘道 夜尘 在这件事上 我没有帮你任何忙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便是帮你拖住方振夜和其他人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真的不该踏上江道山 现在你赶快离开 我撑不了太久 雨落 包培民抽出一柄寒剑 气势释放开来 长剑直指方振夜 方振夜 就算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 我的决定还是不会变 方振夜冷冷地笑了 包培民 我早就看出你有问题 现在看来 你连圆桌会议的结果都敢违抗 简直就是找死 真以为你作为守护者 我们就不敢动你了吗 包培民眸子透着坚定 他看好夜尘 但是现在的行为 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已 更是对守护者的救赎 守护者早就不是千年前 亦或者百年前的存在 千疮百孔 如果他在违背内心 那守护者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远处的孙苗看着眼前的一幕 没有说话 虽然包培民属于他的阵营 但是包培民反了忌讳 圆桌会议的决定 任何守护者都不能阻拦 围者逐出守护者梯队 关键他真的想不通 包培民为了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为什么会这么做 方振业手中也是出现了一柄长刀 他看向身边的两位守护者 吩咐道 你们拿下夜尘 我去解决包培民 好 那两位守护者眸子露出了一丝杀意 随后化为残影 急速向着夜尘而去 同时 方振业手握大刀 眼眸深寒 向着包培民而去 包培民 你违背了圆桌会议 我杀你 所有人都不会有意见 正好我领教一下你的剑法 包培民看了一眼冲来的三人 眸子一缩 对夜尘道 小子 你先走 今日是守护者对不住你 我能为你争取三分钟 这三分钟你赶快下山 想办法离开 说完 他便不再管夜尘 先是向着那冲来的两位守护者而去 他现在唯一庆幸的 便是剩下的所有人都在观战 没有动手 对付三人 他勉强能拖住几分钟 给我停 包培民怒吼声当中 一步横跨而出 但是很快强大的劲气席卷开来 包培民身子后退了整整两步 血气上涌 出手其余两人也是退了几步 更是瞪大眼睛 他们根本想不到 这包培民居然有如此实力 这包培民居然突破了 包培民一步跨出 对那两人道 我不想再出手 毕竟我们都是守护者 那两人犹豫了几分 如果包培民突破到那个境界 他们两人根本没有阻挡之意 就在这时 方振业手握大刀 直接向着包培民而去 一瞬间 方振业眼中杀鸡爆起 周身气势喷发 纵然你突破又如何 你若阻拦 先问问我的刀 同不同意 方振业的咆哮之声响彻天地 剩下的那些华夏守护者 都挣住了 万万没有想到 方振业竟然对包培民 起了杀心 包培民也不犹豫 他余光扫了一眼身后的夜尘 见对方还没有动声 怒声道 你怎么还不走 我撑不了太久 叶晨心中 其实有些感激包培民 站出来帮自己 但是他不会走 他来这里的目的 便是方振业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抱前辈 此事由我起 就由我来结束 你不用为我如此出手